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 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桑德森撰写的旁观者效应 今天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为您解读在本书中 桑德森还补充说 在随后的研究中 心理学家们不断地对这两个实验的具体设定 和流程进行微调 从而得出了许多全新的发现 例如,如何消解人类对于反道德 反人性命令的抵触呢 桑德森发现有两个技术性措施 可以说有效利用了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 第一个,是一边实验 一边组织志愿者对实验进行技术复盘 在不涉及道德判断的情况下 强调实验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 从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以及社会的改良 在这样持续而隐蔽的洗脑下 很多参加实验的志愿者 就有了这样一种观念 既然整体实验的目的 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 那么实验中 那些不幸充当囚犯的 以及接受电击的同学所遭遇的痛苦 是可以被容忍 甚至忽视的 因为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措施 就是在下命令时 采用逐步升级 温水煮青蛙的模式 说白了就是 先让人做一些轻度违背自己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行为 如果没有遇到严重抵触和违抗 就在后续环节中 让志愿者执行越来越出格的命令 从生物神经科学角度讲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 原因在于 它符合我们神经认知系统的反馈特征 当我们被迫采取那些违背自身意愿的决策时 都会感到一种不愉快的生理唤醒 同时我们大脑内 专门负责情绪处理的性人和 会被激活 分泌各种生物性吸塑 从而让人感到强烈的负面情绪 以至于生理上的不适 但是 如果这种负面的生理唤醒 持续不断地发生 那么信任和被激活的水平 就会逐渐下降 我们的心理与生理不适感 自然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 桑德森在书里举了一个心理实验 作为证据 一群志愿者被召集起来 在试卷上答题 考试分三轮 题目难度不断提高 但奖励也在不断提高 答对一道题的奖金从第一轮的 25 每分 逐渐上涨到 2.5 美元 然而 工作人员会对志愿者说 正确答案直接给到你们手里 你们自己根据答题情况 从一个装了钱的盒子里 拿走应得的奖励 实验结果表明 在三轮考试中 虚报答题成绩 骗取奖金的人数 是逐渐增加的 而且那些从第一轮测试 就开始虚报成绩 多拿报酬的志愿者 在随后的测试中 虚报成绩的幅度会越来越大 这一切都说明 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 其实并不是一种非常坚固的防范措施 很容易失灵 只要外在约束监管的力度放缓 或者受到强大的诱导 那么这道防火墙 就会很容易被撕开一个小口子 让人们逐渐蜕变 坠入错误的深渊 在了解完了旁观者效应的内外成因之后 那么大家肯定就会说 一定要制定出一套 从社会和个人层面 都有效的干预与教育方案 来提升每个社会成员 帮助他人的意愿 限制社会懈怠发生的频率和规模 刚才我们提到过 旁观者效应之所以存在 是由于人类内心认知模式 和外部环境的制约 共同导致的 所以作者桑德森 在书里就提出了一系列 具有针对性的方案 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来看看 如何通过改变我们的内在 来增强我们在公共环境中 帮助他人的意愿 在刚才的叙述中 我们知道 在群体环境中 往往会产生一种责任稀释 就是大家总觉得 会有比自己更加专业 更勇敢 或者更具备其他资源的人 挺身而出 或者干脆是因为 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景 而陷入一种慌乱 无法行动的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桑德森提出的方案就是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尽可能让足够多的人 接受各种和紧急状况 相关的技能训练 比如人工呼吸 急救 灭火 疏散诸如此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这些技能训练 不仅提升了人的自信 知道自己在面对危险时 该如何处理 更是把下意识的行动 变成了自己本能反应的一部分 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责任感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出现相应的紧急情况 自己很可能是人群中 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 那些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人士 比如军人 警察 消防员和医生 例如2024年2月底 广州南沙利星沙大桥事故中 有一位货运司机王国良 为了防止后续车辆坠落 他冒着危险 毅然把自己的卡车 横停在距离桥面断裂处不远的地方 喊停多位过桥者 避免更多伤亡 事后 媒体通过采访得知 王国良是一位退伍军人 其次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训练 有效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 说白了就是 如果我们不再把陌生人 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个体 而是拥有某种情感连接 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那么我们出手帮助他们的意愿 肯定会大大增加 在本书中 作者桑德森就举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 为了有效阻止校园霸凌 新泽西的几所中学 开展了一个独特的反霸凌项目 首先 根据问卷调查 他们挑选出学校里 几十个社会关系最广泛 最受欢迎的孩子 然后邀请他们参加这项反霸凌项目的培训 包括如何制止针对同龄人的语言 冷暴力等等 然后 再让这些孩子分别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 把同学们组织起来 在校园内进行反霸凌宣传活动 每个被邀请的志愿者 都会得到一个颜色鲜明的橡胶腕带 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承诺会在遇到他人被霸凌时 挺身而出 最终结果显示 在这个项目实施一年后 这些学校里的霸凌活动 平均减少了30%左右 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 就是因为 它是基于孩子们的人际社交网络展开 每个成员都对彼此具备更高的信任感 其次 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 更在意同龄人的共同价值取向 由学校里的社交明星发起的活动 更容易得到相应和赞同 说完了我们对于自身的内部建设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通过改善外部环境 来逐渐消除旁观者效应 刚才提到过 人们之所以对在公共场合中 帮助他人抱有迟疑的态度 有两个外部原因 第一个是信息不足 第二个是担心付出高昂的代价与成本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作者说 对于信息不足 有一个最基础的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遇到了困难 急需旁观者求助的当事人来说 如果能够及时传递一个 简洁而明确的求助信息 就能有效提升自己获得帮助的机会 美国宾州大学的两个心理学家 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实验 志愿者会被分作人数相同的两组 分别目睹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吵 同样也是发展到肢体冲突阶段 当然 争吵双方都是安排好的工作人员 不过 第一组志愿者遭遇的冲突中 女方只会呼救 而第二组志愿者遭遇的冲突中 女方会一边呼救 一边大呼你干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你 根据统计 在第一组志愿者中 只有19%的人出面劝嫁 或者报警 而第二组志愿者中 在听到女方明确表示自己不认识对方时 65%的人选择了出面介入与报警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 如何通过降低个体与社会付出的成本 来逐步消除旁观者效应 鼓励大家在群体环境中 遇到各种违反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行为时 能够挺身而出 首先是营造一种防危度见 对不当行为零容忍的氛围 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同时需要在各个领域 定立详细的法规与制度 并建立有效的监察与考核规章 然而作者桑德森说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 一些非常微小 但具体的手段 同样也能起到显著的作用 比如小小的签字保证条款 就能够通过营造一种仪式感 和契约精神 来激发我们内心的道德自律 在一项哈佛商学院进行的心理测试中 所有志愿者学生 都参加了一次数学问卷测试 分数依旧是自己评 并且从一个盒子里 拿走与自己分数相应的奖金 但是一部分志愿者 被要求在答卷一开始 阅读一份类似诚信声明的表格 并在表格最后签字 声明自己将诚实地 根据答案评估自己的分数 领取奖金 不会弄虚作假 随后 根据测试结果 心理学家就发现 签署了这份诚信声明的考生 在成绩中弄虚作假的比例 明显低于那些没有签署的考生 其次 刚才我们提到过 在群体环境中 作为个体的人 在某种压力下 容易放弃自身的良知和价值观 去追随领导 权威的号召与指示 所以如果这个群体 或者组织的决策者 领导 自身道德水平不高 那么整个群体或组织的 整体道德水平就很容易下降 坏人横行无际 好人袖手旁观 所以 作者桑德森就说 针对这一点 有一个赋予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就是 整个组织 自上而下 选拔各级管理者的时候 道德素养 必须是一个关键考核点 必须得才兼备 当然了 有人说 把领导者的道德水平 提到那么高的程度 是不是会影响 整个组织的竞争力 比如企业 毕竟盈利是它的第一要务 于是 桑德森就列举了一份 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 首先通过员工调查问卷 对一些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 个人道德品质 进行了评估 然后又回溯了这些企业掌门人 在任内的业绩 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那就是 被员工在道德水准上 打了高分的企业高管 他们为公司带来的 平均资产回报率 几乎是那些被认为 品德有瑕疵的高管的五倍 员工普遍认为 在这些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领导 不仅能够制定有效的企业战略 做出明智的决策 而且能够在公司里 营造出一种良好 公开 直言不讳的工作气氛 有效制止了那些 损害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 以及轻压与内好 这样就能够让大家把精力集中 一心一意地 为了完成业绩目标而努力 另外 一个社会 或者一个组织 还应该营造出一种好人不孤独 大家都在背后支持你的氛围 并且通过制度设计 让那些潜在的建议勇为者知道 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来自身边人 乃至社会的支持与保障 例如 在911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美联航在乘客登机之前 都会在飞机客舱内 播出一段别出心裁的通知 大体内容就是 放心 我们已经全面升级了安检系统 那些比较危险的武器 从炸弹 枪支到金属刀具 都无法带上飞机 所以即使客舱内出现了试图截击的罪犯 他们手里顶多也只有一些油塑料 或者木头制作的凶器 威力不大 航班配发的靠枕和毛毯都能抵挡 所以即使出现紧急情况 请大家和空乘人员配合 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挫败他们的阴谋 比如用手头的物件向他们投掷 然后用毛毯将其扑倒 控制 与此同时 我们的飞行员也加强了紧急迫降训练 他们一定能把大家安全地送回地面 你看 这样一条简单的广播 就明显给乘客们展示了 见义勇为的方案 以及可能付出的成本 提前给乘客打好了心理预防针 好了 这本旁观者效应的大致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本书中 作者桑德森 结合自己多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经验 为我们系统介绍了 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由来 以及引发它的内在心理机制 和外部环境影响 并提出了一系列详细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和加深记忆 我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下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知识点 所谓旁观者效应 指的是一种在群体环境中的责任稀释现象 也就是说 当人们在公共场合中遭遇困难或者侵害时 他们获得帮助与拯救的机会 反而与在场的人数成反比 因为在场目击的人虽然多 却因为某种心理机制和环境变得质疑不决 根据作者桑德森的研究 旁观者效应之所以产生 从当事人的集体心理来说 是源于这样一种理念 由于旁观者数量众多 所以人们会觉得 整个群体中 即使自己选择旁观 也会有其他比自己更具专业性 和出手意愿的人 来帮助求援者 自己的决策 行动与否 对最后的结果 其实影响不大 然而这种观念一经产生 就很容易迅速在群体中蔓延开来 当绝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 集合在一起 导致求助者无人问津 其次 妨碍我们在紧急关头 挺身而出帮助他人的 还有两种外部环境因素 第一就是 人们总是担心 自己没有收集到充分的信息 从而无法对他人遭遇的危险 或者困境进行全面的评估 进而开始怀疑 对方是否需要帮助 第二 就是在评估后 发觉 如果自己想要采取行动 那么行动的成本 或者带来的损失过大 自己无法承担 所以 桑德森总结说 旁观者效应 是当今困扰我们社会的 一个严重社会心理问题 从长期来看 更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 产生严重的损害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懈怠 为了解决旁观者效应 带来的社会懈怠 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 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提升每个人的安全感 桑德森在本书中建议 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各个层面 都进行主动干预建设 包括但不限于推广各类 必要专业救助技能的训练 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感 利用公共资源来保证 建议勇为者得到足够的支持与保障 减少他们付出的成本与代价 在每一个层级的共同体内 构建一种鼓励成员维护原则 与良知的氛围 诸如此类 在本书结尾 桑德森说 这种鼓励建议勇为 谢绝旁观的社会氛围 营造起来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系统工程 但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也许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宣告启动 那就是勇敢 而直言不讳的声音能够足够响亮 毕竟 帮助和保护看似毫不相关的陌生人 就等于在帮助和保护未来某个时刻的自己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